你先聊天 這樣做了就不要浪費嘛 大家很想認識光和不不 對,對 你先聊天 好了,回來了 終於回來了 很久沒見了,我們東方三 大家好 因為上個月本人去了台灣 所以要追回 這個月就追回 剛才我們夾過 除了我們今天這一集之外 我們接下來就會 下個星期 星期二十四號和三十一號 就會再補回 我們這個月就是 好的,我們先開波 很久沒見到黃大仙 現在抽老虎 你是不是遲下都會 做個抽籽 是不是下個月 接下來這個月也會做 秋天的話 當然有幾樣要做 第一樣要做就是 九月尾 十月有日食 之前有月食 同時間也做了抽分 其實對中共有什麼影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近有幾個政權都倒台 當然你說中共倒台 就不像這麼小的國家 這麼容易說 一下子的人上街就搞定 但是這個作為一個漫長痛苦 但是又見不到盡頭 大曙光又開始出現的這個過程 究竟在這麼長的階段性變化裏面 究竟在這次日食 究竟在這次日食 究竟有什麼觀察 我在這裏 反而留在九月才說 當然可能這幾個月都會有一些 譬如說 究竟 這幾個月有什麼變化 其實都值得 在未來日子裏面和大家說 當然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會特定有什麼課題 想跟我們說 或者跟我們說 然後我讀生定做 我想今天最主要 都說一個很關鍵性人物 因為這個人 其實最近都成為業滿話題 也都成為了成中業話 那當然大家都很想了解 這個人的真實性格會是怎樣 譬如 他是不是傳說中 一個這麼可愛 但是一個30歲的女生呢 這麼可愛呢 那究竟他這麼成功 究竟是什麼因素 究竟是他自己的努力 還是其實和家庭的家 特別是他媽媽 是個因素 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他媽媽好像沒有暴光 全部都是他爸爸 他爸爸說是浸會 極度工程 和宋小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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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窗 和宋小莊 和宋小莊 當然大家對這位人 這位事主的認識真的很好笑 如果大家有看奧運 有留意到某些運動員 有可能拿牌的 當然 可能對於他 一開始拿牌的時候的反應 和現在的反應 當然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當然大家知道我講誰了 就是江文偉 當江文偉坐在我面前 那我當 我當 和他 講一個盤 究竟是一個什麼 的 大家想什麼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 看清楚一點 不要 我的頭在那裡 和大家看看 究竟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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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士 究竟他的命 會怎樣 集中在第八功 看一看第一張圖 你會看到其實他 第一件事 我們沒有出生時間 當然 我有留意到 在市面上 或者在網絡上面 有一些師傅其實都有 推算他的出生時間 或者出生時事 那我就有參考過這些師傅 對他出生時間的推算 我就將他放在凌晨四點鐘 所以你會看到很奇怪 就是 為什麼我放的時間是凌晨四點 這個時間都是不准的 這個時間都是參考的 但是因為我嘗試 滾過他的星盤 就發現到 無論他整個2月8日 由凌晨十二點 到 當 2月8日 的晚上十一點 其實 那些星 那些上位 沒有太大分別的話 所以對於以下 只是關於他性格分析 其實沒有太大影響 當然第一件事 通常 看到客人 就是 看到星盤 不知道什麼 當他坐在我面前 當然 我也會說一次 如果我們問他人生目標 當然他人生目標 這個就要好看 比如說水瓶座人生目標 可能這條問題 如果一個普通人問 當然就有點難答 因為我們說水瓶座本身 作為一個人生目標 當然不是一些特定的行業 或一些特定的工種 是否要做正座 是否要做馬會 還是做一個聯合國慈善大使 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人生目標 我們會說他很想用一些很另類的方式 用一些不是每個人用的方法 令到自己被人見到 令到自己出名 或者令到自己在人生的旅程上面 被人認識 或者肯定他自己作為一個人 這個就是一個水瓶座 作為一個人 他在世界上 他每一天生活他的目的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 通常會跟人說 你平時看那些星座運程說 白人座什麼性格 雙魚座什麼性格 天秤座什麼性格 金牛座什麼性格 巨蟹座什麼性格 天杰座什麼性格 然後我們說 是不是跟出生那天有關 其實出生那天 那個太陽星座 其實是跟性格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 因為太陽星座 我們說尖星和ABC裡面所說的太陽星座 只不過是說你 一出生 你作為一個人 你的目標 我們會說 太陽星座就像一個司機 比如說我們坐著三個 三個主持都是司機 司機 你拿去什麼方向就是太陽星座 太陽星座 他在什麼方向拿去 他向我的方向就是 他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做一些主流世界未必會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作為水平座的光文維 他的人物真目標 當然可能有人這樣說就會 挑戰我 就說不是 他也是一個很懂得玩遊戲規則 十年前懂得找熱林熟義起機 然後又找鄧炳強打卡 叫鄧炳強毀了臉 跟他補駕護航 又說我們這班人很爭鬧 又說我們不是人 他當然不是人 我們人上人 你以為你鄧炳強是禽獸嗎 你禽獸 你麻煩回去繼續被人制裁 所以你說 究竟江文維有什麼魅力 令到連列劉淑儀 這個七十幾歲老人家 被人制裁 變成國際戰犯的鄧炳強 那些人都要出來 替他護航呢 那這件事 反而成為我比較有興趣 理解的地方 所以 我會再看看 其實他會不會有一些所謂吉星 真的幫到他能夠上位 那這結果我也看到 如果你說在星盤裏面 我簡單說 如果你說作為運動員 他作為運動員 坦白說 最主要 他能夠成為一個成功運動員 都是一種怕 失去 怕失去 阿龍突然出現 阿龍突然出現 阿龍好像發生假的 你會看到他一個禁成功運動員 其實他是很怕一個失去 因為他可能沒有了榮譽 沒有了地位 沒有了身份 或者甚至是一無所有 那種恐慌 而導致到 或者促使到他 成為一個成功運動員 可能我會這樣說 你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們會說 人很怕失去這個一個人之上情實 甚至我們會說 在一個續世層世裏面 我們很怕失去金錢 失去關係 或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們看回星盤裏面的一些星盤裏面 譬如黃漢 我挺喜歡 我挺喜歡看他的天傑座 天傑座在這個冥王星 那當然我們說 其實冥王星是外行星 其實他性格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他冥王星 是跟他的 你會見到 跟他的水星 譬如他的論文 都是跟他的水星有關 也都是跟他的寶星有關 寶星其中一個意思就是 跟他佛 也都是跟權威 也都是跟他自己障礙 他個人 譬如我看那個人的弱點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特別是因為你看到他的土星是在一度 通常我們會說很多行星在一個幾頭的道數 一尾的道數 其實他的能量會特別強 但是他發揮那個特質更加明顯 有人就會問 其實江小姐是做一個成功運動員 我不會太懷疑這種說法 但是我會這樣說 當然成功運動員我當然會看火星 但是實際上你說火星和太陽都不是一個合相 所以 他是拿到冠軍 他是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是他那種 作為運動員的能量 我其實都很懷疑 我個人很懷疑 當然 有沒有講到認識江文慧 他是不是一個很積極很主動運動員 還是被人逼到罵到爆 他才去練到自己很厲害 我又覺得挺有興趣 知道究竟實際狀況會怎樣 因為星盆不會說謊 人們會說謊 最近我都接觸很多人在外面 很關仙亮麗 很講人權 但實際上是做一些暗黑的事情 其實是很反人權 就是很傷天害理 造謠 講是非 抹黑 恐嚇的事情都有 真的很誇張 所以你問過他作為一個運動員 其實這個星盆不算是一個很漂亮 坦白說 我都很懷疑 其實他不是一個他自己想做運動員 的一個感召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大膽下一個這樣的預測 我最喜歡看的就是 第一 他是月亮 你看到當然 其實突然間我會說 我會說 其實在星盆裏面 我們透過他一些觀察 其實他是不是很喜歡做運動員 很想做運動員 其實我覺得不是他很想做運動員 他是很想透過做運動員 來突出自己 這個可能更加準確形容他 在實際上的狀況 多於他是一個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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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他參加一個五屆奧運會跳水 他絕對不是那一類 他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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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插詐問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我認識有人 說 以前是江文慧的鄰居 所以經常見到他們家人 怎樣相處 根據他以前的觀察 其實江文慧是很受他媽媽的影響 每樣都是他媽媽 指點他做什麼 他就可以做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 如果是真的話 譬如說 譬如說 這是阻證的 有沒有裙腳仔的升盤看到 光影我如果當真是很指數或者很準確地解讀 如果我們說一個人他是很被父母 特別母親依賴 來建立他人生路向 或者甚至我們會說他從小到大都是由一個叫做婦媽的物體 來去耗肉成長 我們會看他月亮 因為月亮代表女性也代表母親 通常我們說如果月亮他是山羊座 因為山羊座第一本身代表是權威 就是說你家媽媽是權威 第二就是山羊座的意思也是代表不足夠困難 就是說從小到大媽媽是不斷扔難題給你 譬如你在香港最明顯就是說 你發學不夠還要去游泳班 游泳班不夠還要去補習班 補習班不夠還要做補充練習 就是這些山羊座月亮山羊座路母的所謂 而江文慧的月亮就是山羊座 總之她就是一個加價十分之嚴的人 我不會用加價十分之嚴 我要說家裡的控制 媽媽對她的控制 都不夠 那種控制還要是不斷落為弱 因為你看到月亮和海王星和天王失陷上 意思是為什麼 那種那個文慧特別可能是露毛 對她的控制是很瘋 可能我相信就是你不去練習 鎖你在房裡不給飽飯你吃那隻 那就是她天生是一個扯線公仔 是的可以這樣說 結果就是這樣 她是不是有一個扯線公仔命 還有 那這樣就很嚴重 就是她前半身 就是當她現在已經在後半身 前半身就被媽媽影響 然後現在就被黨做扯線公仔 那其實真是一個 怎樣說 接下來她會做一個優秀黨員 那樣說 但是如果她自己一個扯線公仔的話 其實就是做到中層 就是她做不到一些領袖級人物 始終都是 中層也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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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因為你始終就是 你做運動員 其實目標很清晰 就是你拿金牌 其實你不需要太多獨立思考 只要你夠紀律去訓練 不斷去訓練 某一種的 劍擊技巧 不斷重複去訓練 那你就可以 再加上你有些資質 現在你在香港裡面 從政都只是這種狀態 其實 那就是 那香港 那的確是的 你不需要思考 你執行 就是 你講得很好 可以的 如果你做立法會議員的話 九十個分之一 那立法會議員就沒有分別 那立法會議員就沒有分別 其實現在說真的 都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能力 說真的 是的 那OK 現在都是 他很適合 他很適合從政 現在的 是的 多謝大家的意見 很重要 因為你其實報送所有的聲音裡面 你其實如是究竟 江文戶是未來的人生 我當這個政權還玩多幾年 當然我自己看 所以其實 你覺得我為什麼對未來這麼有信心 就是說我基本上看了這十年 就是好像看了 可以簡直是看未來十年 past paper 知道要出什麼 跟著就是說 跟著那條 track走 跟著那條路走 就是人家一考生就看 十家國王十家事態 我已經看了十家 未來事態會出什麼 那樣 其實不單止是極端 你會見到 如果大家有些朋友 看得多 都會認識一點 你會見到 特別是伊札 伊札才麻煩 因為你會見到 月亮和海王和天王合上 即是用了一個極端的方式 但媽媽也會哄她 女兒 你也想明成利咒 女兒 你也想嫁習近平 你也想做習近平 不知道多少人 做不到習近平多少人 做不到李家超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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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有空讓李家超玩下 嘩 正 讓人玩一玩 就會升官發財 升到李家超出賣 你小心 說你比方 日本算是過來拘捕我 一定是黃標 你這樣就 一定是黃標 你這樣就 累到我曹總 沒有醜油 日本算是過來拘捕我 也是那句 沒有就是收皮 對吧 所以 實際上 其實 我想江文為榮問本身 如果你說這個組合 月亮 他剛剛那三個都是山羊座 所以說山羊座的天王星 最主要要專注的是 他不斷用所謂的權威 來告訴你 你要將來 賭士好像我這麼變態 你要變成我 然後山羊座的海王星就是 不斷會夢想自己真是 會做達官貴人 做上層階級 我經常打個譬喻 有一位朋友 如果有看 九十年代 香港人有一些小說 是講一些香港人北上 然後 你知道那時候 剛剛中國那一段開放 都是十多年 很多東西都比較落後 所以覺得當香港人是上崩 就是梁鳳兒那些北進小說 那一類 其實從這裡 這個位 如果江文為看這個節目 他自己都深知肚明 一件事就是 你問他是不是甘心情願被操縱 或者這樣說 他已經都沒有了他自我 因為實際上 如果太陽月亮沒有上位 那個人是會隨波逐流 所以你問他有沒有 他不懂得回答 他是不懂得回答 因為他太陽月亮沒有上位 通常 他這個新聞裡面 太陽是目標 就是打一輛車 月亮就是自己真實的面向 總之這個社會叫他做什麼 就做什麼 爸爸媽媽叫他做什麼 就做什麼 鄧炳強要他 滾島做什麼 就做什麼 一個這樣的情況 OK 所以 那些人還問他 他到底是黃還是藍 那個市場要什麼 就要什麼 就是這樣 大家為什麼這麼認真 覺得他是黃 如果你看完升盤 我覺得應該要 蓋自己十巴 蓋醒自己 這件事 還有 那當然另一個主題 就是說 他是不是說謊 如果 如果 水星雙魚 其實 說謊 百分之五十或者以上 因為雙魚座 有一個意思叫隱瞞 或者欺騙 所以 他論文 他論文 大家知道什麼 很多節目講過 我不多講 就是抄零一的 哈哈 很簡單 你自己把他論文 把他論文 把他論文 自己滾一次 那就知道什麼事了 你知道現在有些什麼 反這個 嫖蝕 這個不是 中國特色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一樣的 那你都不需要 所以其實 雙魚座 水星都有特色 就是說 他會隱藏 躲起來 你會見到江文慧 這麼久 對於他做所有事情 一句沒回應都沒有 沒有回應的 那我想知道 他是不是一個很有機心 當然你香港 你港版國安法 幫他什麼 可能是港版國安法的 我不知道 所以沒有人敢幫他咪 那我們幫他咪 他是不是一個很有機心的人 通常說很有機心 如果你說到機心 一定我會看 譬如 土星 因為土星本身是同權威物 還有我想第一樣 要定義什麼叫機心 就是懂得計算 懂得計算 你問我 如果你說計算本身 和私下思考 和水星有關 我覺得更加多 他比較像真是被安排 當然兩方面 第一因為他有 第一本身他是相約 水星相約 他比較多是被控制 或者叫被安排 或者被操縱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同時間也都有 他沒有聲和水星合相 一度六度合相 也可能是他自己內心覺得 要想這樣做 或者想這樣做 還有雙魚座本身 因為雙魚是一個面目模糊的星座 所以你要想到他一個是懂得計算 我不會說不可能 我喜歡用這個字 也叫半推半袖 半推半袖 但是你覺得他曾經在美國留學 就說他在史丹福大學讀書 還要讀國際關係 基本上是讀政治科學 但是其實會不會 你讀書讀了四年 美國讀了四年 你沒有理由 在這四年內 你訓練不到一些 理論思考的能力 或者一些態度 這樣 這件事會不會對他 無影響 這些事情在美國留學 你肯定在香港生存的話 你都用不到這些技能 吳波 我有學生做狗 我有教會 我還要知道博士論文 他還要做LGBTQ教會 竟然就開始做狗 所以其實 在哈佛特 甚至給我教 給我這些黃絲教授 都可以做狗 所以其實 真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葉劉都這樣 《志丹福大學》 《尺事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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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 我想你這件事也挺有趣 就是 我們說 他的價值是甚麼 他要與眾不同與別不同 因為 其實 另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說太陽是目標 我看一個人的價值觀 其實就是太陽是金星 他也是 和太陽合相 也都是水平 我們會說 如果 如果江文慧 不是生在一個 熊底家庭 他一爸 不是熊底 不是送小莊的同學 那個人 我覺得 反而 他真的會去做留學博 他真的會去做留學博 因為 月亮本身 月亮生羊 當然我們會說 抽空是那個人的性格 但是如果那個性格 我們是放在真真正正一個 譬如說 他是甚麼家庭背景 各人的東西 其實出來的那個化學作用 是非常之不一樣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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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眾志的一個政治領袖的升盤 嘩 為甚麼我這樣說 我不是老屈 江文慧會做學民思潔 或者做這個眾志 或者將來會食住紅旗反紅旗 而是因為 在這個升盤裏面 第一 因為通常你看到 水平座都是一些比較反叛 離經叛道 憤濟實際與眾不同 但是如果他月亮本身那個 海王星 是變成慈悲為懷 變成對世間的人間的痛苦 是有知識 還有他的天王星 作為一種改革力量 其實 都可以是一個革命領袖的升盤 所以 會不會將來江文慧 調過頭來 突然間 三十多四十歲 在特區政府變成李登輝呢 這樣沒有人知道 但我和你講一講 李登輝的太陽星座 是殺人座 所以 那些人會覺得殺人座會很保守 那些殺人座就會覺得很親建制 但有時候也要看回升盤 還有看回他個人加上他的家庭 加上他的成長經歷 去到研判究竟他人生的可能性 究竟是由一個保守 一個人叫保皇黨 還是一個革命黨 其實這個空間可以很大 但可以是出自在同一個人手上的 真是很奇妙 所以江文慧不可以先說死了他 其實他可能有機會變成李登輝 如果是他 但是他跟一般的那些所謂會名成利袖的反觀者那些盤 應該都會有些分別 看他怎樣提出這個盤 我一定會說 這些是客觀存在的 這些星本裡的星的配置客觀存在 但是我經常都問 究竟我作為周星馳 我究竟用一個喜劇形聲掩抹自己的角色 還是一個悲劇形式掩抹自己的角色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或者甚至這樣說 突然間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刻 他突然間個人經歷一個很大的事故 很大的事變 令他覺得過往做了三十幾年人 做人扯線公仔 做政權扯線公仔 做父母扯線公仔 你根本自己行屍走肉 於是突然間要做回自己 突然間可能走去拍攝針 甚至突然間走去 真的搞爬上那些船那裏 支持環保運動 其實有可能 你這樣說我又有個感覺 如果這件事是要發生的話 而這件事又要跟我們所認知是有個關聯的話 可能就要在他媽媽死了之後才可以出現 你看看他媽媽什麼時候死了 他媽媽死了之後 整個人的感覺是解放了 輕鬆了的時候 他才可能會有一個 circumstances favorable to 他這個人生的 transformation 對 其實很多時候你說雙親的過世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他個人的一些挫折 實際上的挫折 譬如他進入政府 但是原來 當然他也可以是一個三十多歲 很客氣的心態去做 但是可能提供一個狀況 也都是突然間是一個 不知道怎樣 很大 突然間被人挫折 突然間被人挫折 當然今天我們沒有時間講去 來年那個盤 我未必有時間 將來時有時間 或者有需要才講 但是我覺得單單講去性格 當然我自己都寫了 我文字已經寫了 分量次出 第二次出 再講今年的運程 但是我不排除 我不喜歡講實一個人的經驗 除非他是四五十歲 可能我覺得講實那個人 會比較 比較 對他來說 比較 客觀一點點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 我們都不想說 利用這個本針 我都無意利用這個本針對江文慧 我沒有利用 我沒有著數 你知道香港人一定有著數 但是我只是把這個本裏 那些可能性 將它奴列出來 給他自己去看這個節目 我猜江文慧也會上網 我猜這些女生還沒結婚 我想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對於三十歲 不會沒有人要 喜歡看什麼占卜星相 可能不介意先看這個王大仙 香港沒有價錢的東方三博士 幫他解盤 不知道他會不會暗底找我幫他解盤 我不知道 Anyway 我會收五千元的 他這麼有錢收五千元 五千元也是會便宜的 收八千元 五千元英鎊 收太便宜 看不起你 收到一萬元 這樣 但是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 如果他有看這個節目 他就會明白 就是說 他這三十年 他做運動員 是 你是拿到十一很厲害 但是運動員 只是他人生 的一小部分 嗯 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 他怎樣活出 水瓶狀的能量 就是 為自己的人生 為這個社會 帶來一種變革 革命 是的 因為愛 所以革命 有沒有這樣的能量 他一定要因為愛 所以革命 要不然 他這輩子就是老姑婆 你覺得他有沒有這樣的能量 真的可能讓他老母死了 除了讓他老母死之外 另外一件事 我感覺到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要做到你所說的那種 所謂李登輝的效應 其實 因為現階段是很難的 為什麼他要寫人民大學那篇論文 其實大家都知道那篇是垃圾來的 不是 那篇是差 基本上那篇不是叫做垃圾 那篇的本質 就是我們到歷史最喜歡 或者最應該要做的就是 要把某一樣的本質 說出來的 這篇論文的本質 根本就是他對於 共產黨的投名狀 就是你有些東西 在那個春袋裡 被他拿著的話 以後他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 你不可以說NO 既然你現在是我人的時候 你想做我的人的時候 我有什麼要證明呢 就是你要寫那篇的垃圾出來 就是讓人知道 原諾國民不是這麼出名的運動員 這麼受人歡迎 誰知道都是我們黨的人 這篇的作用就是在這裏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他做到李登輝效應的話 有一樣東西 你就要和黨和李登輝劃清界線 他要出一個很大的政治生命決心 就這樣看 你當然是李登輝 李登輝本身就是國民黨的 他可以表現到對國民黨非常忠誠 幾十年 一定是李登輝有他自己的投名狀 一定是當年在國民黨中心 特地蔣經國親自提拔他做副總統 好像鄭英國對這個投名狀 他強力鎮壓這個 當年這個美麗島的示威的時候 他是台北市長 親自鎮壓這個運動 所以沒有可能的問題 他那個決心要大到 就是說他一定要很白紙黑字的 和過往的政治行為劃清界線 你要做了這個決心的話 要有多大呢 因為我看到差不多過一半小時 我很簡單說一說 我覺得挺有趣的 突然間 我不知道是通靈還是什麼 突然間怎麼說是李登輝 我想關鍵就是 就是說無論是江文維或李登輝 他在人生早期大部分時候 就是早期可能早五 早學一段時間去到中年或中後年 其實都要依附在政權之下生存 或者叫做高光陽晦 要用回中共的術語 但是突然間你會見到 李登輝是一個很保守 或者甚至其實是國民黨銳意栽培的人 突然間變成一個 其實可以說是推翻國民黨的人 那江文維本身 當然我們不會說 他其實都是韜光養分 突然間過了幾年之後 突然間站出來 他推翻這個特區政府統治 那他有沒有這樣的本事 我們覺得有點懷疑 但是可以一件事就是 其實一個人的變化 可以是由一個 光譜是由一個親建制 變成一個推翻建制的一個重要人物 這件事是不容忽視的 我不知道特區政府 看完我們的節目之下 會不會對於江文維 從身如山 隨時你害了他 原來江文維是國安隱憂 因為現在是草木皆兵 就是了 以後任何人 中共或者港共 要用一個人的時候 要看他升盤 看看有沒有國安人 那你就找我了 就是了 做這個背景檢查 就是做這個品格審查 做品格審查 找你 這些不是國安經費 拿錢 就是了 可以探討國安經費 就是要起底 是啊 記得問我說 只有我會看的 沒有什麼師傅會看的 好 如果沒有什麼 我想下次再講過 好